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啊 又是淘宝的拍摄效果 我们先来看一下产品 这个产品材质是透明的 然后造型是这种棱角分明的 前面还有字 我们要拍摄的效果 就是能够体现出产品的纯净通透 还有它外观造型 还有前面的字要拍摄清楚 布景就是参考淘宝的惯例 加了一块布可以点缀一下 然后体现产品的透明度 后面就是纯黑色的背景 这样一个 再来就是曝光了 第一个产品 我们先来拍上面有一个钻的造型的产品 因为它的造型比较复杂 我感觉这个拍好了的话 后面的几款产品效果都是可以拍出来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曝光 这个产品 经过我的尝试 我感觉它其实有两个特性 一个是这种透明的特性 一个是这种反光的特性 想要把它拍的感觉 这种通透性更好呢 就是让它的这种明按的这种对比更强烈一些 效果会好一些 所以我先采用的这种曝光是通过它的这种透明的特性 光线在内部的这种折射来布置的这个光线 就是后面的两个灯呢 就是它会跟这个产品 因为它是一个棱柱 跟它这个面是一个平行的面 然后我们先来打开看一下 看到它这个灯跟这个面是一个平行了 然后这个灯打亮之后 它会通过这个透光的特性 照射在这边的这个面上 给它有一个这样高光的这样一个效果 然后这两个灯呢 就是这样对称的一个摆放 来打亮它两侧的这个冷面 这是后面的这个效果 我们先来拍一张看一下 你看现在呢 就是中间是很黑的 然后两侧的这个冷面 通过这两个灯已经在打亮了 就是这样一个明暗的这种对比 然后我们还要拍清楚前面的这个文字 所以前面呢会给到它一个光 但是因为它还有这种反光的这个特性 所以我们的这个灯 如果说从前面来打的话 它会有这种通过折射 会看起来比较杂乱 然后我们因为后面是一个黑色的布 也不可能去从后面一个打光 所以我就从斜上方的这样一个位置 给它一个打光 同时呢还加了一个风潮 防止这个光线会影响到后面的这个黑色背景 这样子 来拍一张看一下 看到相较于刚刚那张图呢 就是文字的这块出来了 同时这两张图呢 还把这个黑色的这个绸布前面打了一个高光 然后但是钻的这个位置呢 就是还是非常的黑 所以上方呢要给它加一盏灯 我们先来看加上这盏灯之后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那看到上面扎的这盏灯呢 它是一个雷达罩加风潮的这样一个组合 虽然我已经打开了 但是其实相较于前一张来说呢 就是这个布更亮了 但是这个钻其实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是因为它是一个硬光 然后它这里呢 就是体现了它这种反光的一个特性 你这样打下来的时候 它光线透过去了 反射的这一块呢 其实根本就看不出什么效果来 这时候我们就是需要加一个面的 这样更大面积的一个光 光的这种投射 让它的这个反射的效果 反射到我们的这个相机里去 带了这样一个柔光的 这样一个柔光布 然后使这个光线 这样就可以均匀地铺开 然后因为它是这种反光的这种特性 你要考虑到它的这个角度 所以尽可能地往后放一些 这样它就可以反射过去 我们拍一张看一下 大家看到这张相交于刚才 它的这个面 上面的这个钻呢 中间的这个面 要有这种反光的这种亮面 但是后边呢 还是很黑 如果说你觉得这种效果OK了呢 那你可以擦一下 直接把这张图去用到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样子 对于这个钻来说 就是它的这种 后边的这种切割的工艺 是看不太清楚的 所以我希望能让这个钻 这种切割的工艺 它的这种棱角的细节 也能够展示出来 但是因为我如果这样拍的话 它肯定会去穿帮 因为我后面要垫一个东西 才能把它的这个细节出来 所以如果说你要拍这种效果的话 我们还需要后期 这个呢稍后再讲 然后就是用这种 之前有用过的这种亮面纸 去给它垫一下 因为这个时候就是说 它是一个透的产品 然后大概的角度 也是跟这个面去平行 然后把它这样垫一下 拍一张 我看到现在的话 它的这个里边的这种 切工的工艺都体现出来了 但是因为它是这种就是透光 然后后面是这种 不规则的切工的这种效果 就是你的这张纸呢 放到其实不一样的位置上的时候 它的这种效果是不同的 如果说你不喜欢就比方说我现在拍的这种的效果 你可以多去尝试 就像我们之前的说的这种了 你可以去这样放拍一张 然后你还可以去这样这样不同的光线折射去拍一张 它的效果都是不同的 但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呢 它是会穿帮会漏到 后续呢 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怎么样去两张和一张 后期把这个图片去处理出来 但是拍摄呢 这个造型的这个水晶奖杯 就是这样啦 那为了检验呢 这个曝光呢 它的通应性呢 我们现在换了一个这种五棱柱的 然后它的面呢 是这样的一个面 灯光呢 还是这两个对称的打法 上面一个灯 前面一个灯 然后后边的背景呢 我换了一个曝光效果 我们可以看一下不同的效果 展示出来是什么效果了 它是一个风潮四叶啊 还这样的一个组合 那我们来拍一张 先看一下 那我们看到这个的效果呢 也是它两侧的这个棱面 是被打亮 前面的文字是清楚的 因为后面呢 它是一个蓝色背景 然后有渐变的 它是这个位置 是通过透光的效果 在给它的这个面打光 所以可能刚刚有朋友 注意到了没有 它的这个是去掉了的 但是我上面的这盏灯 依然是打开的 它的作用呢 就不是给这个面 去一个反光补光了 它的作用是 把这个文字打亮 就跟前面这盏灯 打这里的文字效果是一样的 那我们看到就是说 后边的这两盏灯的 这样一个摆放位置 对于这种棱柱形的 不光效果是 通应性是比较高的 然后我们的产品 已经拍好了 对于这种高反光 高透明的产品呢 由于产品本身的原因 和我们现场拍摄环境灯光 最终拍摄的图片 或多或少都会有这种瑕疵 那我建议呢 那我们去通过后期 PS简单的一些处理呢 让这张图片达到 更加完美的一些效果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一些基本的操作 好了那接下来 我们看一下 PS的基本操作 然后现在找到最后的 拍的这张图片 然后挑我们就是 喜欢的这种钻的 这个图片 挑个喜欢的 然后把它叠在这个上边 哦 我们是要替换 这个钻的位置嘛 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钻呢 去单独地抠出来 那我感觉呢 像它这个 不光是上面的这个钻 就是它 所以随于奖杯 这个脖颈的这个位置呢 也挺好看的 所以我打算呢 也把它去抠出来 然后后期替换掉 然后我们把它扣出来之后 Ctrl 勾 选冲这个图层 就是把这个图层复制出来 就是把我们刚刚的 那个选区复制出来 好了 算了呢 我们已经替换合成完毕了 再看前面这个文字 我们还需要再处理一下 先把它前面这个黑的 这个棱面 我们先把它勾选出来 让它就是这种 明暗对比更加强烈 产品就会看起来 更加的清晰 有通透感这样的感觉 对于这一张 它这个文字表面 它这个光线不太均衡的地方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简单工具 把这种暗的地方 去调亮一下 让它均匀一点 好了 这就是我们最后的图片 好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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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